反方向 腳跟手 反方向 腳跟手 對 他不如你動就好了 球後戴資穎親自指導打羽球的技巧 60歲的電信集團董作郭水逸 使出渾身解數 與小戴在球場上奮力一戰 在世界地球日這一天 推出集團形象廣告 不僅代表集團賣相永續的決心 更為小戴前進巴黎奧運運援 據說他2024年 巴黎奧運應該就是最後一戰 那我們能夠祝福他 能夠在今年的巴黎奧運 能夠順利的圓滿 畫下一個精彩的據點 小戴2024再贏一次巴黎奧運 祝福順利奪金加油 電信集團也宣布 連續第五届取得奧運新媒體轉播權 近幾年電信集團持續推動轉型 在4月3日台灣大地震也發揮科技研發實力 以低軌衛星技術協助政府救災 配合他們立刻啟動了這個低軌衛星的救援行動 這過程當中我們也把這個三部低軌衛星的這個終端設備 捐贈給這個數位部展現了最新的科技 然後緊急的推到這個救災的第一線來協助我們政府 來配合我們政府來進行救災 董事長郭水毅表示 集團以四大面向發展為目標 包括拓展業務 數位轉型 主炸打炸以及永續靜靈 成為以數位生態系統這個負能者協創者 協創者就是co-create的這個領導品牌 能夠早日這個登上這個市值 去年集團營收創歷史新高 阻炸打炸也有不錯成果 數據顯示 本組未造台灣電話號碼已達百分之百 阻擋簡訊詐騙也較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郭水毅指出陸續導入AI分析詐騙形態 協助政府保障國人上網的安全 新唐亞太電視成文模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